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机成为了观察的候选系外星系 而后为不望远镜用得天独厚的光谱分析能力对它进行了确认 拍摄出了高分辨率图像 并分析出了这颗星球的相关情况 科学家将它命名为LHS-475B 这是一颗来自于南极座方向的行星 距离地球大约41光年 LHS-475B属于类地行星 它的表面大部分由岩石构成 更让人惊讶的是 这颗行星的直径大约是地球的99% 几乎要和地球一样大了 我们更关注的是 这颗体型和地球如此相近的系外行星 是否有可能存在生命呢 宇宙诞生至今已经138亿年 其中所包含的行星足以用千万亿来计数 但就目前来看 只有地球孕育出了生命 所以在我们寻找地外文明时 常常以地球的各项条件作为参考点 来筛选出那些可能存在生命的星球 地球拥有合适的温度 适宜的大气层 最重要的是富含液态水 而这些条件大部分都得益于地球和太阳之间恰到好处的距离 我们把处于该距离区间的范围称作一巨带 一巨带并不固定 有些能量释放强的恒星 一巨带相对更远一些 同样一些表面温度较低 能量释放较弱的行星 它们一巨带的范围就会更急 以太阳系为例 太阳的一巨带大约位于金星轨道外缘到火星轨道外缘之间 极距离太阳大约0.7天文单位到1.5天文单位左右 而地球正处于该范围的中心 让地球的均温维持在15摄氏度 从而保证了液态水的留存 那么此次发现的LHS-475B情况又如何呢 遗憾的是LHS-475B并不处于该恒星系的一巨带内 它距离恒星实在是太近了 科学家根据LHS-475B遮挡主恒星的规律测算出了它的公转周期 结果显示它完成一次公转只需要短短的两个地球日 这意味着 那怕它的主恒星是一颗黯淡的红矮星 在这样的距离下也足以使LHS-475B星球上的一切液态水蒸发 地表的温度也远超已知生命形式的承受范围 微波望远镜的数据显示 该星球上的表面温度可能比地球要高出数百摄氏度 即便如此 LHS-475B仍然具有很大的科研价值 科学家试图利用微波望远镜强大的光谱观测能力 对LHS-475B的大气层进行分析 在LHS-475B表面温度相当高的情况下 它不可能像土味6一样拥有一个浓厚的甲烷大气层 它可能更像太阳系的金星 拥有纯度极高的二氧化碳大气层 不过这样的大气层非常紧凑 给微波望远镜的探测增加了不少难度 目前为止 微波望远镜还没有获得LHS-475B大气层的相关数据 这意味着或许它的大气层过于紧密 或许它的大气层早已被主恒星强烈的太阳风剥离 在离主恒星如此近的情况下 没有大气层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虽然这颗行星一定不适合人类生存 但并不能完全绝对地认为上面不存在生命 生命的形式其实非常多样 以地球为例 既有生活在地表的人类 也有生活在深海的生命 它们能够承受海底2500米处的水压 也能在海底火山口附近承受350摄氏度的高温 这些对于人类来说绝无生存可能的生命进去 仍然能够繁育出生命 或许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外星生命究竟在哪 而是外星生命发展到了哪个阶段 地球诞生于46亿年前 并在大约38亿年前孕育出了第一批生命 直至如今发展出人类文明 假设有这样一颗行星 它诞生于50亿年前 恰好也处于宜居带内 按照地球的发展历程来计算 四亿年它们的文明就已经和人类现在相当了 也就是说如果存在这样的一个文明 如今它们已领先人类四亿年 四亿年是什么概念 以现在的宇宙文明等级来看 宇宙共有七个文明等级 其中人类只处于0.7级 大约还需要两三百年才能进入一级文明 要从一级文明跨越到二级文明 则需要一千到二零零零年 从二级文明再到三级文明 还要十五万年 如果只算三维宇宙 那么四级就是最高级文明 到达这个阶段需要五百万年 这意味着那个仅比地球早诞生了四亿年的行星 已经发展出了人类无法想象的文明 人类和南方古猿的文明差距为0.7 那么四级文明和人类的差距 远超过我们和动物的差距 人类当初是如何对待自然界的动物 高等文明就会如何对待人类 可能它们并不基于地球上的资源 但会更好奇人类 假如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高等文明 将毫无还手之力 只能希望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 不会遇到这样的文明 尽管LHS-475B不符合一具条件 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中就一定没有存在生命 生命形式多种多样 就拿地球为例 无论是生活于地表的人类 还是栖息深海的生物都属于生命 后者可以承受海底高压 高温等环境而生存 并且繁衍生息 因此我们或许更该关心的不是外星生命在哪 而是它们发展到哪个阶段 地球于46亿年前诞生 其在约38亿年前孕育出首批生命 而后发展出今时的人类文明 假设有一个诞生于50亿年前的行星 同样位于一具带内 按照地球发展历程来算相当于它们的科技 已领先人类四亿年 面对这般陌生又强大的三体人文明种群 我们将毫无还手之力 尽管如此 人类也并没有因为畏惧而停止接触外星生命 依旧在努力寻找地外一具星球 不过就算真能找到这么一颗星球 如何迁徙过去也成为一大难题 毕竟宇宙辐射无处不在 若无地球磁场保护 我们根本无法生存 为解决这一隐患 美航天局NASA前几年还曾对外征集建议 2017年一种尤哈佛PG生物实验室发现的 莱特维舰类分子被证实 可修复太空高能力子对宇航员造成的细胞DNA损伤 它原本的主要作用在于活化能量工厂线立体 增强生命体肌肉 骨骼能力 港富超人里也曾拿出两亿做头 希望推进这类科技发展 让自己在健康20年 引入莱特维舰类物之处 李老对此类年开销高达156万 坚持服用半年后感慨年轻好似20后生 而后大力推动将其纳入旗下商业版图 老龄化较严重的邻国日本 早已将莱特维舰类物实现商业落地 在国内也借由京东天毛等平台 成为很多中老年人的健康之选 有了这些实际应用先例在前 NAS若想将其用作航空领域 仅需针对宇宙辐射作用展开专严即可 该发成本相对较低 如今地球上的人口已突破70亿 且成日益增加趋势 自然资源 生物种类 生存空间也在人类的不断使用中逐渐减少 甚至枯竭 若任由这一态势不断发展 总有一天的球会被人类压榨殆尽 届时无论我们愿意与否 都将要面临离开家园这个结局 这并非是在起人忧天 因为人类如今的所作所为 几乎就像在置一个终将困死自己的茧 一旦带齐结成 等待我们的不会是破茧成叠 而是永远沉寂 此外 如今太阳系也越发不稳定 有科学家预计在未来几亿年内 太阳系可能面临崩溃 到那时别说地球 人类文明都将从宇宙中消失 我们目前唯一能做的就是 仅可能降低地球压力 或者考虑扩展人类生存空间 一句它形容是一件很冒险的事 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因此这一计划暂且被搁置 不过过去的发展进程都证明了 人类是地球上最聪明的生命 虽然技术有待提高 但我们有信心总有一天能 看破宇宙的种种奥秘 对此你有何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